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哦 你看我行吗 哈哈 应该可以 可以 你教教我们我们试试高音那个叫下哈 下哈啊好 哦 哦 这个舌头把这个音符唱出来 太难了这个 低音的应该成名 我估计够像你来试试我听听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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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咱们这个小聚一下 然后咱们一起唱一个 好 好 想问两个老师知道蒙古的男儿三艺是什么吗 摔轿 摔轿 赛马 赛马 射箭 今天呢我们就体骑中的一项就是骑马啊 我们这个戏这个马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有蒙古马 有这个半学马 有纯学马 我这个马是 之前我在甘肃拍戏的时候我也合作过 这次到内蒙拍这个戏的时候 刚好就是这匹马 同一匹马 同一匹马 比较熟不是吗 真的马也是跟人一样 接下来我们就如冲一下体力吧 太丰盛了这 我就不客气了 羊胸肉吧 哦 啊 羊胸 最尊贵的客人把这个才能拿出来 羊胸肉 然后它就是这么个吃 就是草原上的那个汉堡 草原汉堡 两边是干 中间是一个一层羊尾油 然后再加点辣酱和韭菜花 好吃的味道 在进组的时候 三部是一年级 八岁 现在是六年级 五年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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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到草原也感觉 也是回到家一样 我想 不同的 民族 不同的人 对家的爱 对家的渴望 应该是 有共性的 就是那 那一块避风的感望 这是一堆的 一堆的 一堆的 不可能 有一堆的 一堆的 一堆的 就能身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